我犧牲了那些事情 我如何來得到我的犧牲是值得的 因為沒有農業 我們其實真的擔心過… 零, 那個修飾 遇到困難, 互相扶持 《新疆》 離開新疆之後, 我們飛到日本 在龍兒島對出一片茫茫大海上 發現一個隱世小島叫德芝島 全島有二萬多居民 主要是靠農業和漁業為生 這裡彷彿與世隔絕, 遠離陳曉 來到日本就是要找我們 是嫁到這裡的香港女生 她嫁到日本 不是嫁到我們最熟悉的東京 她嫁到這裡, 你看這裡是哪裡 這裡叫德芝島 她夫家不是開超市的 反而是三代的農夫 德芝島未來之前, 我也沒聽過 就是剛才要在鹿兒島 再轉一個小時機, 才來到這裡 德芝島完全不像印象之中 我們很熟悉日本的印象 不同是東京、大阪那種繁華 吹燦熱鬧 很多田, 接近大自然 感覺很舒服 島上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出城打工 留在這裡的多數都是老人家 所以在街上 想找多一個人看看也沒有 不過我們的日本人妻和老公 就反其道而行 回到這裡發展 現在就住在德芝島的市中心 Kathy, 你好 我終於來見到你了 謝謝你, 我來到這麼遠 特別找我們 我終於找到了 你好, 瑞兒 這是我的老公 你好 我叫满宏樹 满宏樹 多多芝加 多多芝加, 樹架 樹架 你很可愛, 笑容 Kathy和日本老公仔满宏樹結婚五年 兩夫妻現在都是全職農夫 過著一些龜隱田園的生活 為甚麼一個香港的city girl 好地地會走到日本鄉下耕田的呢 我本身在香港 就是大學, 就是法學畢業 在發炎所那裡 就是從事食品安全的檢測工作 那時候就會希望 再接觸多些由生產者的角度 出發看這個食肝的問題 於是決定去農場工作假期 於是大學畢業之後 Kathy就隻身飛到北海道的農場打工 實現自己的農業夢 不過竟然讓她有意外的收穫 就是認識到她現在的老公仔 其實我們就在六年前 那時候我去了北海道的工作假期 就去了一個農場 我們剛好也在同一年去了那個農場 一起工作, 就認識了 原來當時一直在東京 過著黑板枯燥打工生涯的滿王樹 也決定放棄一切 去到北海道的農場追夢 兩個人勝勝相識 在田園間, 外的種子就超超發芽 沒久之後, 樹哥就向Kathy表白了 我們那晚去了看煙花 看到途中, 她就突然表白了 然後一直到煙花園 正式給了她一個不錯的答覆 兩個心底善良 想化簡單的人一拍即合 還很快結婚 婚後Kathy就搬到日本 兩夫妻一起回到樹哥的鄉下 得知到延續她們的農業夢 兩夫妻現在租了樹哥親戚的一間屋住 歡迎參觀我們的汗舍 這裡真的很和風 我們這裡其實就是整個島 最古老的碩士建築物 這裡就是客廳 這裡又有客廳? 對, 這裡就是我們平日常 起居活動的地方 日常可能是看電視 Kathy B 對… 夜晚喜歡, 很喜歡 睡覺… 睡覺的地方也是在這裡 另外就是我們的廚房 你們的廚房也很大 對, 這裡就是我們的天台 對, 這裡就是我們的天台 Okujo… 很開心, 這裡可以種一下 對, 平時 番茄仔 然後下衣服… 上來這裡吹風 吹鼠鼠 心放神異 心放神異 舒服嗎? 第一眼看到樹哥會覺得 糟了, 不敢跟他說話 因為來到日本會怕 會不會是日本男人比較大男人等等 一直接觸下去就發現 樹哥是很細心, 很深思細密的 而且經常都笑, 像小咪咪的眼神 找到一個肯跟自己一起熬 一起追夢的女人 樹哥對Kathy也非常深存感激 一個來自日本, 你是香港的 然後來到北海道, 遇到他 然後很自然地在一起 對 然後拍拖, 很自然地結婚 然後故事慢慢延續下去 很溫馨浪漫 因為差不多年紀 大家認識婚年齡 亦以找終身的伴侶 為一個前提, 去拍拖 也試試看 因為我媽媽當時很擔心 她這麼大的人都不拍拖 是否能嫁得出 二十多歲而已 對, 拍拖幾歲就可以 然後反正她又這樣說 然後又有一個人版 一事無妨, 這樣的心態之下 本住隨緣的心態結婚之後 兩夫妻就回到老公樹哥的鄉下 得知島生活了 這個島現在還保留了 很多傳統的日本文化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看傳統的活動 就叫做TOKYO TOKYO, 真是鬥牛 我知道日本的鬥牛 不同西班牙的鬥牛那麼殘忍 就是類似牛牛的雙泊 對, 沒錯 我們得知島這裡的鬥牛 也有四百年六次左右 在日本現在只剩下六七個地方 還保存著傳統的文化而已 你好… 果子娃 是否很小就開始養牛? 對, 沒問題 是, 我叫做什麼? Jufei? Jufei, 十二開始 好, 厲害 Jufei, 十二開始 Jufei, 十二開始 Jufei, 十二開始 我們一直這樣撞, 撞到有遲 但一邊逃走的時候 那個比賽才算是結結 那可以玩多久? 如果是快的, 可能十幾二十秒 另外那隻牛, 它忍耐不了 這樣走, 那場比賽就變了 但如果有些是長一點的 可能三、四十分鐘 都會持續一段時間 現在Kathy兩夫妻都憑著鬥牛般的決心 為他們的夢想打拼 而他們的夢想就是這一片有機農田 這裡種出來的薯仔 真的可以說是一件辛苦的 這些是你們種的? 對, 這些是我們今年種的薯仔 我們今年第一次嘗試是沒有農藥 沒有農藥? 對 滿意嗎?這個生成? 今年也不錯的 這些就是你們的… 偶心的血 心愛、愛情結症 對… 是不是? 你看, 寶貝? 開心 非常開心 其實樹哥早上三代 都肯得知道他當農夫 他自小也對耕種很有興趣 爺爺還說他是一群孫子裡 最有天分的農夫 奈何當時, 這個夕陽小島上 差不多全部年輕人都出聲 打工控機會 樹哥也唯有隨波逐流去了東京 在大公司上班 不過始終發現那種生涯並不快樂 最後他決定裸池 去了北海道的農場 重拾他的農夫夢 就在那裡認識了志同道合的Kathy 兩個人婚後 決定回來得知道鄉下這裡 開了這個農莊 夫妻同心 一起為他們的理想打拼 這個很大 能不能吃嗎?自己種人出來 會懷著一個感謝感恩的心情 所以來做農業 也盡量不會吃正宜的食物 因為知道始終做不吃食物 過程是很辛苦的 感謝你 在中間三、四個月的途中 其實都很擔心 究竟會否真的可以很健康地成長 因為我們始終主要以農業為生 突然之間全部都死了 那年的新雞是怎樣的? 其實都有點擔心 一個有機薯仔可以賣港幣兩元 Kathy他們一年大約種出十燈 扣除成本 每年賺一百五十萬日圓 也就是大概港幣 我看到這個籃子裡有個滿字 就是你夫家你老公的姓 對… 代表著這男的薯仔是你們種的 將來希望紙盒裡面 可以認住我們這個雙標 讓我看到 蜜魚 蜜魚… 蜜魚… 很棒 很棒… 在人家眼中可能 薯仔因為一元幾好 其實薯仔對它的價值 就是它的心血, 是無價 人生當中像他一樣 可以找到一件東西 那麼有熱情的話 是很難得和很值得欣賞的 不過夢想和現實 往往都有很大落差 天有不測之風雲 兩夫妻 光靠理想, 又能熬不熬得住呢? 讓我幫你們除草吧 那這雜草要多久除一次呢? 也要跟隨農藏物的生長情況 如果牠們還是比較小 我們還可以走進去 也會走進去自己用手蚊 就不用跑了 牠是傷害到牠們的筋 你不覺得很辛苦嗎? 香港… 也很辛苦 但我打算送出來的植物是不錯的 那就休息了, 然後又出去 又再來? 加油, 漂亮 我帶來日本的筋鋒 我帶來日本得知到之後 Cathy跟她的日本老公 兩個大學生決定放下書本 拿起坐頭 用僅有的小小積蓄 問當地人租了這塊田 開展他們的有機耕作夢 看到牠們倆完全投入在過程中 累就一定累, 但牠一直想著成果 所以這裡一切只是過程 一定能熬過 想起大學選科的時候 家人都很擔心Cathy的選擇 畢業之後, 這個若不耕風的女生 還不怕辛苦, 甘願做一個農夫 從來沒有把自己讀多少書 和賺多少錢掛鉤 我當時選擇花學 其實也是自己的興趣 媽媽會覺得 你選擇花學將來做什麼 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劃一段時間 我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 不用太過… 我說這樣, 你就要這樣做 順理成章, 入了花驗所做 開始接觸到食物安全的範疇 很不可思議地 現在做了農夫的太太 對…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二十多歲的香港女生 會走來日本耕田 不是說耕田不好, 而是辛苦 她讀書又這麼厲害 可以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其實做農夫, 收入是不穩定的 她也說的 甚至乎也擔心下個月給人收一塊田 其實她真的可能沒東西吃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水 是老公是給你選的 是老公 他們兩夫妻扮這個農莊的頭號堅持 就是要有機耕作 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抬高收入 而是要對得住良心 要種最安全的食物 令人吃得安心 這些就是天然的肥料 這是牛糞 對 其實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自然的路線 因為可能控制收成方面比較難 如果是全民的 對, 其實也是跟食物安全的問題 有關係 在香港或日本也有一些食安問題存在 例如殘留濃熱那些 吃下肚子始終想是安全… 就是比較安心, 可以吃得到肚子 是 因為一直堅持不下農藥 變相令收成大幅減少 做農夫就一分耕勻一分收穫 但往往未必真的付出了多少 就有這麼多回報 因為種植物也不是我們 可以全部掌握得到 也要視乎天氣的配合 譬如今年, 整個月下雨 薯仔又到了收成期 每天在望天打 到終於掘到了 發現原來只剩下一半 真的可以出貨 也會不開心的 經過了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 終於收成, 掘到出來 很氣餒 很氣餒 對, 也會不開心 只剩下一半 也會剩下一半 所以… 因為我會剩下一半 所以我會剩下一半 那你怎樣按下去 但反過來想 起碼不是全都死光了 我們還有一半可以剩下 然後她想起來 其實還有一半 因為沒有農藥 我們真的擔心過會… 零收成 那不要緊 我們明年再堅持, 再堅持下去 其實遇到困難, 互相扶持 你這次不行, 再努力 然後再改進 一定會有一次成功 我們一直等待將來成功的喜悅 對, 太多… 我也很佩服 Kathy她真的受不了 而受不了的除了體能方面之外 我覺得她的心智真的很強大 很想一件事發生 你會很努力地去爭取, 去試 但試完一次之後, 不行 如果你不得了一次之後 你就立刻放棄 那其實就完了, 故事 但是Kathy她真的慢慢再鑽研去想 去檢討或者有什麼做得不好 然後第二次再試, 再不行 第三次再試, 總有一天會成功 其實那天可能就是在考驗 我們想這件事發生的決心有多大 不過當Kathy和樹哥 共同跨過一個難關 另一個又接種而來 現在我們主要用的錢 其實也是借人家的 早兩年, 我們做完了 然後她突然就說 我們不借給你了 對,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覺得好像… 突然間失去希望 對, 然後就失去未來 對, 然後她就很擔心 因為她放棄自己的事 回到這裡做 當時她晚上又吃不到飯 她只是喝湯, 吃素 她的家人, 她爸爸那些 她的姑姐那些都當手去 問問其他會否有些熟人 可以遮到一些田給我們 現在她的姑姐就遮了她們的田給我們 對, 這個難關 都是靠家人, 她之前這樣渡過 對, 這樣都瘦了 很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 真的不來不搖 對, 其實不是說 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是理所當然 對 簡單的這條路就注定不易走 究竟多少個挫折才會打沉這對小夫妻呢 你會否覺得有時候好像很無把握 對於未來的 也是的 我們今年之前就一直跟他們這裡 農協的方法去做 慢慢自己開始減農藥 到今年就完全零零日這樣做 那個修成量其實比往年少了一半又多 但是還是值得的 起碼我們想得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個暫時也不是一個打擊 好, 堅持下去, 加油 加油… 自從成為農夫之後 Kathy也說自己的心態改變了不少 真的來到這裡 真的知道知足常常的東西 尤其是自己耕田 也很感恩可以回到這裡 我要飽肚 看回其他世界其他地方 他們吃不飽, 穿不飽 其實自己雖然不是什麼大富人家 但是真的很滿足 簡簡單單是你生活的小確幸 對 大確幸一點吧 大確幸 對 自足常樂 對 還有一個老公在你身邊 對, 愛巧… 做什麼都好 你才是可愛的 來日本生活 是為了可以跟心愛的人一起追夢 但是要犧牲的東西也不少 特別掛念香港是什麼 特別掛念香港, 當然是家人 過到來始終少了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始終自己做女兒不可以在他們身邊 也會的 有時什麼頭暈、身輕都未必可以照顧她 有時也打電話 追求夢想其實都一定要付出很多代價 留在香港做一份簡單單的工作 可以令父母不要太擔心 自己可以經常陪伴她身邊的時候 其實不失為另一個人生的選擇 如果是辛苦一點 但是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心態上會輕鬆一點 他們經常說 你犧牲這麼多, 值得嗎? 其實值不值得 我覺得不是這一刻去說 反而是我犧牲做的事 我會如何令我的犧牲值得呢? 努力不要令他們那麼擔心 努力一點生活, 對 Kathy知道只要過好每一天 繼續堅持自己的夢想 就是對家人最好的回報 他們有沒有跟你說過, 其實都很擔心 其實他們也有 不僅僅是沒有耕田 就是兩夫妻出去打工就算了 到最後他們也會加上 不過你們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想回他們當初的支持 我覺得不要輕易放棄 一直撐下去, 對 不需要向其他人負責 其實最重要是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就算走不遠 我經常覺得跪也要跪遠去 因為真的你自己選擇 不需要向其他人負責 其實最重要是說服自己 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這就是最大的推進自己 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夢想的價值 其實就是在於他肯付出多少 從日本那麼大 然後來到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起初也有擔心身體的狀況 會否適應到 真的很遺憾 為何我會嫁了過來 為何我不可以陪在他們身邊 純野 於是 走 又是 心繁華 又是 騎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